最近我的眼睛非常癢了 癢的都受不了 現在醫生說我是導演毛 眼睫毛向裡長了 因為老了皮膚鬆了 現在我把膠紙把它貼了 還是癢了癢的受不了 現在感覺連眼珠子都癢了 不知道是花粉過敏還是導演毛形成的 如果要是花粉過敏 我過敏體質的話應該就是全身都癢 現在只是這個眼底特別癢 眼底特別癢的話 還有這兒都被我揉 因為癢都被我揉輕了 這邊也是就是這個就這一圈 就這一邊邊 還有上邊的邊邊 這也是這個怎麼辦呢 年齡大了真是毛病結束啊 誰有什麼好辦法能夠幫助解決一下 如果就是說是到底是應該是吃藥 還是應該做手術 還是應該拔睫毛 具體說是有很多選擇 拔睫毛毛它會很快長出來 長出來以後那個硬的 它還是會往那裡面長 如果是那種好像激光一樣的那個 殺毛囊 但是有一些醫生說吧 它會就是不是很成功 會有30%到50%的腐發率 還有一種冷凍的療法 就是冷凍毛囊 但是那種容易留下疤寒 所以說很多這種方法吧 就是也不是太好 另外醫生講的還有一種做手術的方法 就是把這個眼皮這個鬆弛的地方 把多餘鬆弛的一些眼皮割一些下去 然後讓它眼臉外翻一點 睫毛就向外長了 這樣就不眨眼睛了 很奇怪 如果不知道的人還不知道我在幹嘛呢 希望朋友們提出好的建議啊 謝謝大家